二联国门 二联国门的中蒙铁路是连接首都北京和乌兰巴托莫斯科的交通大动脉 被誉为欧亚大陆桥 时机而上站在国门顶层向北远眺 蒙古边城扎门乌德一览无语 中蒙边境的815 816号戒碑 是全国边境站唯一的一处双号双利戒碑 这块戒碑去二联浩特市和蒙古国的扎门乌德市均为4.5公里 大理池的碑身两侧 分别像有两国镀金的国徽 中原宿木 气派非凡 在这个二联吧 因为它是一个口岸嘛 所以会有很多这个蒙古的车然后开车过来做一些商贸 蒙古的车呢其实蒙古自己没有汽车产业 所以它大多数用的都是这种俄罗斯的汽车 而俄罗斯的汽车呢又都比较的 说实话又都比较破了 说到破也好 或者说就是它是四五十年都一直没有变化 就跟我们说好听点有点像这个奔驰记一样 然后也是四五十年都没有变化 这台车也是 这台车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乌拉 然后我们看到它这有一个就是特别出名的这种海燕的标志 这是一个海燕的标志 这个车呢叫乌拉469 然后它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型号 这个车的系列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而且一直就是之前呢都是算是这个苏联军用的 然后现在有一个很好消息啊 据说它也是在中国做好的这种3C的认证 然后也是进口到了中国 这台车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这个前面这个前两这个进气格栅 都是一体的这个就是钢板压制 所以它没有一个多余的就是任何需要装饰的东西 它整个这个是一片 然后再看这个这个大灯 这两个灯啊 两组灯都是分开的 就是室宽灯跟转向灯在一起 然后大灯是在一起 这个是满足了一个作战时的需求 就是尽量的弱化每一个单体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然后比如说我坏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只需要换一个大灯 或者坏了一个转向灯 我只需要换一个转向灯 而不需要说整个总成都需要更换 再加上这种前杠 这个前杠其实我们特别有感触 就跟我们小时候做那个212或者121那种 像那个钢轨那种前杠是一样的 然后前面有两个脱钩 这个也是这个是它就是就结构很简单的那种转向机构 然后因为这车的散热量其实不是很大的 但是它这个左右还是留下两个就是七片这种鲨鱼鳍 然后这个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但是虽然是一种传承吧 它一直保留下来 这个后视镜也是 它是完全没有这种电动调节的 是纯靠手动的来做一些调整 包括门的这个荷叶也这结构也都非常简单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车的油箱 这车的油箱有两个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 左边有一个油箱 然后我们再看右边 右边还有一个油箱 这样的话这个也是满足当时就是军板车的一个基本需求 就是应用起来很方便 然后整个这个棚子 它是一个软顶结构 所以拆卸起来很方便 然后包括这个锚钉的结构 看起来就是毫无违和感 就是特别的特别的铁血 然后这个门的把手 也都是完全没有技术含量 因为这个车人家给锁上了 所以我们看不到里面 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这个车话也确实挺破了 总的这个门都是靠这个绳子给拴住 这个车的后尾门也是 它这个尾门是可以这样横着打开的 这样就是有利于你去装载一些大宗的货物 包括这个后面的保铁杠也是两个钢板握成的这个圈儿 这个跟我们小时候做那个二二二也是完全一样的 整个看来这个车的话 就是机械味十足 然后它也是有这种高速四驱跟这个低速四驱不同的这个掌位 开起来的话它现在这个机器应该是从2.2 2.4 然后到后来曾经有过3.5的V6 然后到现在可能是2.7的也许还是2.4的 其实动力还是比较差的 但是就是稳定性是确实不错 包括机械结构特别简单 很适合这种像俄罗斯啊 或者说蒙古这种特别糟糕的路况 然后它这个车进到中国之后呢 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的调整 但是在舒适性上确实还没有什么多大改善 只不过满足了很多这种中国的军迷这样一种情节上的需求 如果你也喜欢这辆车的话 我们不妨等待这个车也会进到中国来